举芬呀 举芬 我的宝贝 生日快乐呀 你知道你今天就15岁了吗 时光到回到2005年 这一年很遗憾 没能见证到刚在荷兰出生奶蒙奶蒙的你 但幸运的是 在你6岁的时候走进了我的生活 并给了我你所有的温暖和陪伴 不那个时候你也是一个导弹鬼呢 就知道欺负我 每天都要带着我走蛇行走位的直线 放飞机闪躲 更是家常便饭 经过不断的磨合 曾经的菜鸟也在一点一点成长 我们之间的配合也更加默契了哟 2018年7月26日 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驱风这个小憨憨拍摄了人生的第一条Vlog 吹着嘴喝水的样子 真是可爱极了 2019年12月1日 大部分人是因为这条洗澡的Vlog 认识了我和驱风 让大家看到了驱风的芭蕾脚 还有他嫌弃我唱歌难听的样子 但更重要的是 让更多人了解到了一个随叫随到的大暖男 驱风呀 也是从那时起我才真正的发现 原来对于我来说 平淡到可以被遗忘的日常 也值得被记录 期间有很多人私信我 驱风对你来说是什么 他不在了你怎么办 驱风 嗯 他是可以跟我并肩作战的战友 是一个眼神就可以懂我的朋友 我和驱风的故事终有一天会说完 但没关系 我会努力跟大家分享 当下跟驱风相处的每一天 驱风呀 宝贝 感谢你九年的陪伴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呀宝贝 爱你哦 陪我一起成长的男孩